精彩时刻,SRC前董事逃亡三年,苏波自首转当证人。 精彩时刻,SRC前董事逃亡三年,苏波自首转当证人。 反贪污委员会消息人士说,反贪污期时早在5月就前往印尼会见苏波,并在印尼当局协助下,向苏波录工。 Sponsored Links 吉隆坡九日讯,据报道,被质疑反马自首的SRC国际有限公司前董事苏波莫哈莫耶鑫,将获得当局给予全面的证人保护。 反贪污委员会消息人士说,反贪污期时早在5月就前往印尼会见苏波,并在印尼当局协助下,向苏波录工。 据网媒当今大马引述消息人士说,反贪污期时曾在3年前接触过苏波,但由于当时纳吉还是首相,因此他拒绝合作。 纳吉倒台后愿驻查。 随着纳吉在大选中倒台后,苏波如今愿意驻查。 我们也成功让他,自由。他也获得全面的证人保护。 苏波、SRC公司前董事涅法依莎和年轻富商刘特佐,都是SRC公司案件的关键证人,同时也掌握26亿令级捐款支纳吉斯人户头的相关证据。 Sponsored Links 苏波及涅法依莎是Candinen Mentory私人有限公司的股东,这家公司被指从SRC公司将4200万令吉转入纳吉的户头。 涅法依莎也被指示刘特佐的亲信,扮演建筑公司UBGBHDD、EMDB及沙地石油之间的中间人,涉及在2010年从EMDB骗取2亿6千万美元,约10亿令吉,购买UBJ的股份。 在苏波自首后,目前依然潜逃的涅法依莎和刘特佐受到反贪会追击。 Sponsored Links SRC公司是一马发展公司,EMDB,子公司。 苏波是在反贪会2015年调查SRC公司汇款案时消失。 据了解,他在过去三年曾逃到印尼、泰国及纽西兰。 反贪会已向总检查汇报。 据网媒透视大马报道,苏波是在上周向反贪会自首,随即被反贪会官员逮捕陆工。 报道说,反贪会联系苏波要求他住查。 反贪会昨日也会见新任总检查长汤米汤姆斯,向他汇报此案的最新调查计。